35歲的岩先生協助家中窗簾裝潢工作 月薪指領最低基本工資 為了增加收入也身兼多份工作 包括跑外送及保險經紀人 希望盡量開園至少要能養得起自己 雖然我住在家裡嘛 然後不用付房租 可是每個月還要給家裡錢 然後再加上三餐在外面吃 然後因為我做外送 那個車子一個月就要花了大概六七千保養 然後每天加油 這樣子一個月一萬美了 然後還有就是娛樂費嘛 對 那這樣加加減減的話 就是如果只做一份工作的話 其實是蠻不夠用的 就是因為我常常吃外食嘛 然後便當原本排骨便當85 然後慢慢變成90 95 甚至有一些會到100 對 就其實蠻有感 物價一直在上漲的 基本上我裝潢是跟家裡做 所以基本公司這一塊 對我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然後外送這一塊也是看一單多少錢 也跟基本公司沒有影響 然後保險也是賣什麼樣的保單 有不一樣的那個佣金 對 那其實這三個工作都基本上 跟那個基本公司調不調早 沒有太大的關係 頂大一夜的林先生現年40歲 因為沒有一技之長 常年都只能做勞力性質的工作 月薪就是基本公司27,470元 但扣除勞健保後 實領26,400元 林先生感嘆 通膨下錢真的是越來越薄 更早之前我做過的還有做物流 那長處 那因為我退伍之後 本來是有打算要從後大學 把學歷補回來這一塊 但是因為家裡突然發生變故 所以這一塊一直沒有補回來 所以變成照我當時剛好退伍之後 是遇到金融海嘯的時候 還有當時我也生病 那有一段時間沒有工作 那再重新返回職場的時候 已經是30 那本身也沒有什麼專長 那其實越到過這個年紀 一樣的工作的話 一般的公司會 當然我願意花時間挑年輕人 因為體液也比較好 那可塑性也比較高這樣 所以那因為什麼 不知道自己能夠做什麼 所以也做過餐飲業啊 那創作跟物流是佔我最多時間的 那其實說實話 這個東西 這份工作基本上就是二不死 但你真的要存錢是非常困難的 有時候公司並沒有很穩定 檔期的時候貨就很多 低檔的時候就很少 那你長期下來沒辦法穩定規劃的存錢 那你的身體的狀況也沒辦法長期 在一個穩定的情況下去做 或任何後續的規劃 所以其實賺下來的錢 我覺得大概好像滿多的 交給醫療費 就是這樣子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指出 有82.7%的上班族認同調高基本工資 認為有助於保障弱勢勞工及打工族 但同時也擔心引起負面效應 公布像我們這次的調查結果 那根據我們調查顯示呢 有超過8成3的上班族是肯定 調高基本工資對於保障弱勢族群 或是打工族的權益 但同時他們也會擔心 會造成反面的效應 比如說因為調高基本工資結果導致物價上漲 讓他們的生活成本墊高 那或者是呢 因為調高基本工資 讓這個企業的獲利被壓縮 因此排擠到自己加薪的機會 以及企業為了節省開支 可能會欲缺不補 讓自己的工作量增加 那根據我們調查顯示 有9成以上的上班族 覺得對於自己的薪資是不太滿意的 那他們希望政府可以幫忙解決的薪資痛點 排名第一的呢 就是長期薪資停滯不前 再來是希望可以政府幫忙 抑制過高的房價房租以及電價跟物價 雖然呢主計總處 預計今年的經濟成長率是會成長超過3%的 然後另外呢 我們的景氣燈號也是轉好 但是其實我們目前的景氣狀況 大部分呢 是集中在科技業還有金融業的部分 所以呢 其他產業的人可能會覺得 自己沒有享受到經濟成長的紅利 但是卻必須要共同負擔物價還有通膨成長的結果 調高基本工資保障到的是我們比較基層或是比較弱勢族群或是打工族的權益 那對於大部分的小資族他的薪水可能高於基本工資一些些 但是又處於長期停滯沒有被調漲的這個族群的人 他們確實會感受到物價的夾殺還有薪資不漲的這個雙重打擊 曾仲威表示對於更多領著略高於基本工資 但薪水又上不去的小資族而言 在薪資停滯及通貨膨脹雙面夾殺下 期盼立法規範獲利企業必須提拨年度盈餘一定比例 用來幫助員工加薪才能逐漸走出國內薪資長期停滯的窘境 記者李奇惠 台北報導